主料,迪金面粉170克,猪油75克,白糖20克,水35克,奶粉10克,辅料,鸡蛋液,芝麻,绿豆腥250克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皮材料混合,水35克,油25克,面粉70克,奶粉10克,糖10克,原方子18克面粉。 我改为70克和10克奶粉,油酥材料混合,面粉100克,油50克,油皮油酥分别分成15克一个的食等份,去一份油皮摁点,包入油酥,用虎口收紧包圆,依次做好10个,盖保鲜膜静置10分钟,去一个轻轻压成椭圆,然后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,从伤之下卷起,依次卷好10个,盖保鲜膜静置15分钟, 取一个卷卷,竖着擀开,一定要轻,擀成瘦一点的牛舌状,还是从伤之下卷起,依次卷好10个,盖保鲜膜静置15分钟,等待的时间把绿豆馅分成式等份,取一个小卷,轻轻擀圆,或者用手捏,也可以,包上鲜,依然用虎口收紧包圆,依次做好10个,刷一层鸡蛋液, 撒芝麻,烤箱180度30分钟即可,烹饭技巧,擀面低时候一定要轻,也可以用手捏,免得破皮影响美观,鸡蛋液轻轻扫一层即可,上海太深不好看,具体温度依据自己烤箱脾气调整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